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士匠 今天我给大家演示一种杀死树桩和树根的方法和步子 这种方法速度快,简单,安全,而且对人畜是无害的 我准备了一小罐的柴油,常用的机车燃料 在一般的汽车加油站都是有的 这是一小罐食盐,就是我们平常烧菜用的盐 这是一个大号的注射器,最大的容紧,80毫升左右 上面我接了一个软管,主要是为了方便使用 还有一个油漆刷和一个小杯子 今天我以雅克斯兰树给大家做演示 就是这个树,3米左右的生长能力特别强 每年人长1米多 所以先砍掉树,然后杀死树桩和树根 先清理掉树边的植物和杂草 清除树根部位的小丝条 然后开始拘树 这种树不硬,水分非常多 所以我直接用手锯,当成这个周末锻炼身体的时间 好,树呢,去找了,先拿走 现在清理树桩,平整一下蒜面 还真有点费力气 倒一杯柴油,轻轻的均匀的刷在树桩的表面上 尤其不要忘了,四周边缘上的树皮一周 用一个电钻,在树桩的四周钻一些小孔 最好间距25能里,也就是英文左右的一周 朋友们可以选择粗一些,长一些的钻团,用品更方便 用猪射器,往小孔轮注入柴油 这个时候,塑料软管用起了非常方便 然后在表面上均匀的撒些食液 最好薄薄的这样盖上一层 下一个是去对付老的树桩,也是压克树 免贵以前,树已经砍倒了,表面已经有点滑费了 先锯开一个改新的树桩面 下面的步骤就和刚才完全一样了 两周以后,树桩和树根就会慢慢死掉了 好,欢迎你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和提问 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